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听说要搞拍卖 有什么好东西啊 带我瞧瞧 这好东西多了 这藤原太军的东西 那还有打眼的话 等着 这全都是 我听说藤原太军 最近搞了一副软片子 还挺珍贵的 没错 好 礼成的山水画 我瞧过 东西啊 都很对 等会儿啊 藤原太军就会请出来 让大家观赏的 好 我一定好好开开眼 你先忙你的 我随便看看 好 好 请飞 请飞 给我来 跟我来 大佐,我来 今天咱们比平常晚了这么多时间 老总 路上车坏了 耽误点时间 你们 转个心去 转个心去 你要是吗 我给你 你自己尝试 我找你 我把你带来 你告诉我 我哪有什么想法 我尝试 你咱们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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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们的问题 你们可以进去了 你们想起来 明白吗 你们 站住 你的情节呢 我是少人光的女儿 我爸刚进去 我要进去找她 不行 不能进去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是少人光的女儿 我爸她 是少家小姐吗 您是静谱寨的朱叔叔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不忙 我爸想带我来看领程的话 门口这位太君啊 就是不让我进 我带你进去 是少先生 你看谁来了 爸 我一办完事就立刻过来了 在门口被几个日本人给拦住了 多亏了这位朱叔叔我才能进来 好 那还不赶快谢谢朱叔叔 谢谢朱叔叔 客气啥 都是老乡似的 你们聊 你们聊啊 你忙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不要命了 回去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我来帮忙的 你能帮什么 你这能帮到吗 回家说 回家说 我回去再给你算账 少先生 现在不是教育孩子的时候 来的来了 我知道 肥道 看着他点 好好 我知道 是的 知道 藤原泰军到 好 欢迎各位嘉宾和朋友 光临韩盛 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 只是想看一个拍卖的 主要是有两件事情 第一 我收藏了三幅画 尤其是新晋收藏的里程的真品 第二呢 我还有一件非常不错的东西 请大家过来铅上一下 我这个人呢 不想把非常好的东西 全部均为己有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 只是想开一个拍卖会 如果那位嘉宾和朋友 能看得上眼的 请尽管开架 快点开架 收拾完了 出去吧 走 走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三幅藏画 大家可以随意地喝喝酒 欣赏一下这些古文和紫画 凭什么你穿军官服啊 从这气质也看得出来 我穿军官服 就是个军官的样子 再说了 你会日语吗 不会 所以 接下来听我的 这个老狐狸 怎么了 桌子上摆的那几个东西啊 除了那个青铜绝之外 剩下全是假的 假的 假的 腾元雄怎么会拿假的文物 出来卖呢 我跟你们说 古玩行里头 假货永远比真的多 拼的就是严厉 我估计这几件东西 也是腾元雄过去买的假货 他想趁此机会把它卖出去 这个青铜绝啊 一会儿 记得把青铜绝顺走 得嘞 你去把枪给他们送去 你干吗 我四处看看 顺便看看他们撤退的路线 这么大排场 这得花多少钱啊 哥 你怎么不算算 这次能挣多少钱 好久不见 这个就是清晓机 好久不见 这个就是清晓机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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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清晓机 不如说赶车丢现了 怎么摸枪了 你管不着 你听我说 我也想杀他 他手上沾了我很多蘸药的血 但是现在不行 我们还有正事要干 反正咱们计划也是闹出个乱子 不如趁现在浑水摸鱼 杀了滕鱼兄 你疯了 这么多日本人你不要命了 必须按原计划行事 不如趁现在浑水摸鱼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疯了 你现在赶紧了 你赶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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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在说什么了 我说你在偷懒 我在教训你 那你也不用打我吧 当然用得着 我是替我爷爷打的 老姚 问你个事 这早野军二 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东北关东军 家里头是部队的 他妹夫 叫什么中村的 是啊 在五强打仗 让那个叫五十三的给杀了 这不急眼了吗 千里迢迢笼笼络络 走到那个中村的旧部 跑到咱们扬州来了 要说这个五十三呢 说起来呢 真是个桑文星啊 他来到咱们扬州之后 出了多少事啊 是不是 走喵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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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死你 你认得我呀 我是来找你偷摘的 是他 你认识他 之前跟他打过一场 差点把他干掉 他从河北一直追你到扬州来 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 你还在这一段时间 有点有关吗 有点有关吗 我没有关注 我以为你喝酒 有时间的费用 有这么好的喝酒 我也愿意 好 请 真是人家路产 早知道 他是中村的参与部队 我拼蕾蜜也不会放过他们 你不会临时起义想要杀掉他吧 别忘了刚才你是怎么劝我的 我没你那么幼稚 走 五十三他们送枪来了吧 慢点 怎么了 好几个人在见我们 这怎么了 你们在这里什么 肚子吹了 我找到这些东西 这里是大佐队招待的地方 你们的地方不是 你们在哪里所属 为什么前面没有看过 你们在警备队招待的地方 对 是的 我们已经担心了 我们已经担心了 我卖了自己的黑 怎么了 让咱们两个过去 怎么样 怎么回事 不会真出事了吧 看着不像 可能真把他们当日本兵了吧 啥意思 这可不像啊 咱家伙事都在他身上 没家伙可不行 没有家伙 我们一样行动 怎么着 赤手攻拳 那你一上吧 难道没有家伙 就放弃整个行动吗 我有 我 我 我从你房里偷的 我就拿了碗了 刚才搜身的时候 怎么一把枪搜出来呢 日本人压根就没有搜我 那个周老板说我是你的女儿 又看我是个弱女子 就直接把我放起来了 你挺聪明的啊 你是怎么算出来 日本人不搜你身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日本人要搜身啊 你胆子也太大了呀 你还真是傻人又傻福 怎么样 我说让他留下来对了吧 他要带咱们去哪儿啊 我哪知道 不会是 看出来了吧 这现在没人 不如先下手为强 这儿的警官员 不久不断交代了 所以你们带来 警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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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身上的警官员 休息一下 是 他刚跟你说什么了 说要在这儿站岗 站岗 那 就在那边怎么办呢 他们身上没家伙呀 你问我 我也没注意 下面我们拍卖的文物 那可不得了吧 是 宋代的青铜绝 底价是十五根金条 哥 咱们也开始交价吧 叫什么呀 十五根金条 机会难得呀 有人交价吗 等什么等 再等好东西都被人抢走了 拍了拍了呗 这什么破坏事 就是十五根金条 十七根金条 好 这位先生出道十七根金条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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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根了 算了吧 算了吧 二十根金条 这保险库怎么还没动静啊 要加你这别加这么多呀 二十二根金条 你不要命了是吧 你再不叫我机制好了 我叫我叫 我叫 各位兄弟 我由大中叫个架 承认了啊 二十三根 二十五根 二十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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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根 哥 接着叫吧 叫个屁呀 咱一共就带三十根金条 这还好啊 二十七根 已经出道五十根金条了 五十根金条了 肯定会有人要的是吧 五十根金条 一次 五十根金条 三次 两次 老郭 怎么没人要啊 五十根金条 三次 成交 今天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这大碰面 都根本不至于是个金条 我告诉你啊 反正我可不出这钱 老郭 老郭 回去以后不会为难我吧 我这是好心啊 你得帮我 你松开 你现在知道吵了话了 我行 我行 你怎么会有难过 找到你了 我去岁月子 你去岁月子 你你去岁月子 你去岁月子 你去岁月子 行了 该岁月子 走 你一会儿啊 你放楼上 我放楼下 走 走 放开 没事 没事 没事啊 藤原太军离时有点事 马上就来 马上就过来 大家可以先收拾 恭喜他 东路回来 下车你回来吧 好的 快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放开 放开 抓紧行动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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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太子 太子 放开 你 凯兰 这不是我们的 我为了把家庭出来了 白云的队 急着 走 走 小心 走 走 好 好 好 快 快 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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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就是 电车 我去返回车 快点 快点 小青 小青 上上上 看见小青了 小青 你有啊 这儿来这儿来 小子 到了到了 去那边 行了 回家都会把老人了 你那话也拿好了啊 走走 走走 不要打 我对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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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 我要是大陈的 大陈的 刚才你们的人 我们也带来带来 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是什么 我们的电话给我们的电话 快就来 糟了 菲尔老师 这是谁的决定的决定 我拿走 我的小兵 鸚鸚 昨天是不不明的人 把航空的衣服 把航空的衣服扔了 什么 把航空的衣服扔了 放开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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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要死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现在要做的事 你不得了 所有的衣服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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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再见 朱老板 朱老板 我的国安呢 我的国安呢 说 我的国安呢 找不到我的国安 你们都得死 谁都别想给我活着 突然太军 我刚才看到 看到一个小偷 偷走了过 挂在墙上的 你说什么 我看到一个小偷 偷 偷走了 挂在墙上的字画 后来 让一个太军 他抓住了这个小偷 结果 烧人光的女儿 走后面 把那个太军 给 给 给砸晕了 就 揪走了 那个小偷 烧人光 说话呀 冯静玄 哑巴了你 你说过把我杀了藤元雄 听我爸妈报仇的 你说话呀 说话 妹妹 你听我说 你说 你说 对不起 这次没有机会 等我没忘了我的承诺 我一定会替你爸妈报仇 怎么了这是 是 我还想去 你肯定担心 你败一个人 你你肯定担心 我肯定担心 我肯定担心 你肯定担心 我肯定担心 你怎么在这儿 师公 你怎么在这儿 师父呢 师父先睡了 让我在这儿等你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成了 今天你可不知道啊 这个藤原家的宝贝可真多 我都看花眼了 师父 今天还有一伙人 也对着宝贝感兴趣 这帮人还挺厉害 放了好大一片烟 不过他们反倒是帮了我 要不是他们 我还得不了手呢 最后你猜怎么着 这伙人都已经把花抢到手了 是我从他们手里切过来的 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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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师父 师父 你杀了师父 他早就该死了 为什么 你我都是师父一手带打的 你还是人吗 没错 我是他捡来的 你也是 可为什么他对你就像亲生的 对我呢 他娘的是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呀 什么好事总想着你 你犯了错从来连句狠话都没有 他养我就当是养了一条狗 那你也不能杀了师父 他是我们的师父 是养育你我的恩人 你对得起他吗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我这些年替他卖的命 替他弄回来那么多值钱的玩意儿 早就够还他的狗屁养育之恩了 小师妹呀 我算是想明白了 人这一辈子 就得替自个儿活着 你这个万恩负义的东西 主上 骂得好 尽管骂 如果万恩负义可以带来荣华富贵的话 敢问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挡住妖火 既然你对这老东西这么情深义重 那我今天就做回膳事 送你下去陪他 家里稍后 人甲颃子 你人甲颃子 让你干净 很难 他打得很难 你怎么说 请请你 快把门给我打开 大家快出来啊 小辣椒把师父给杀了 师父死了 师父待他可不保吧 这个欺世灭祖的畜生 他竟然把师父给杀了 怎么会呢 还愣着干吗 快给我追呀 快 追 追 你们几个去那边 剩下的跟我来 好 快 我这心里现在怎么吃秃秃 我总觉得 这一切是不是太幸运了 你说 我让黑带更多医生 他们有个人保护邵家 人是不是太少了 他们到现在 都快没有发现我们 说明暂时是安全的 再说了 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们还需要人手呢 就算没发现了 咱也得冲出去 这会儿辣的可都是 咱们组组留下的宝贝啊 这好玩意抢不来了 可不能再丢了 说得对 你说冯靖萱这小子 虽然性子冷漠的人 但确实是一把好手啊 只可惜 他不愿意跟着我们 他是担心 是男的姑娘才留下的 再加上 他平时就独来独好的 不跟咱走也正常 不过哥 冯靖萱可是我看上的 你可别跟我讲了嘛 行行行 都是你的 还有一个 出来 都出来 我真是聪明一时 糊涂一时啊 玩了一辈子的鹰 当然还是让鹰给啄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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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日本人来了 来就来了呗 哪个日本人 是日本兵 就在咱们门口 来了大碗日本兵 去 通知所有的家庭 都给我准备好 是 奶奶的 他来得正好 来 来 拿好了 给 来 冯靖萱这个人 说得倒是挺好的 但从来不办实事 我爸爸真是看错人了 洛梅 你冷静些 他们这次是冒着生命危险 才把那些股东抢回来的 没出事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的仇啊 早晚会报的 我去看看 快快 小金子 小姐 出什么事了呀 快呀 咱们宅子被日本人给围了 快快 老爷让你带着洛梅小姐 赶紧躲进密室 有啥事你别出来 快去 好 快 快 邵先生 日本人已经把外面围得水泄不通了 邵先生 我看你让所有的家庭护院都背上枪 难道你想跟日本人血拼吗 不然呢 难道要我跟日本人投降吗 邵先生 我们留下来 就是为了以防不测 保护您的安全 我的意思是 你先走 我们留下来跟日本人打 对啊 这是谁的家 当然是你邵先生的家 可是这 日本人都背成这样了 你这 我的家日本人闯进来了 我跑了 你觉得合适吗 我的家不需要外人守护 你们也用不着陪着我在这守着 你们的心意我理吧 你们走吧 邵先生 不管你走不走 我们都要留下来 我们的任务 就是保护邵先生你的安全 黑蛋 准备 给我抓住他 快 走 站过来 走 站住 大哥 各位大哥 救救我 那边有群共产党要抓我 共产党 共产党 他们没带枪 抓住他们日本人 我会赏你们的 快 干什么呢 快 快我们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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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 earnings 欣 贱了 欣 贱了 欣 贱了 欣 欣 贱了 欣 贱了 欣賃 欣 欣 贱了 欣 欣 贱了 欣 贱了 欣 欣 贱了 尚先生 以前咱们关系也算不错 可这事 是 事关太军哪 我 我也不敢隐瞒哪 确实啊 我亲眼看见你的女儿少卿 在酒会出事的现场 砸 砸晕了一个太军 救走了那个偷话的小偷 你说这闺女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那个偷话的人 就是你在酒会现场 带的那个两个保镖之一 藤原太军 那 那天偷话的人 就是 就是他的保镖 怎么样啊 少先生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如果少先生 现在和我说出那些 古丸子下来 你放心 我保证 你和你的全家 会安然无恙 少先生 如果为了那批身外之物 搭上全家人的性命 恐怕是不太划算吧 啊 去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你我的终点 笑着说要当一次英雄 心思之间 没有人能再回答 耳边回答 手提示眼睛握着手 你还笑着对我说 别忘了胜利之后的感动 生死之间 人生几回能做英雄 多小弟兄 只是一面却永久 那句承诺和心中 下一世重来 我还在你做 我还在你做 就 Kanye 过来 我还在你做